上年,我們學校圖書館就開始翻身工程 雖然期間經歷了一些困難,例如疫情 但隨著復課,圖書館也完成了它的翻身工程 究竟新的圖書館有什麼特別呢? 就讓我們帶大家參觀一下吧! 我們作為天主教學校的一份子 致力維護天主教的五個核心價值 易德、真理、愛德、生命和家庭 令學生成為家庭中的好成員、好學生、社會中的好公民 所以,圖書館就用了這五大核心價值來做了這部馬賽克的主題場 我現在真的很喜歡來圖書館做動物 這裡的環境好,日有光晚,還有很漂亮的學員 所以在這裡做功課,心情都會好些 圖書館現在多了很多梳化 在書家中拿到書之後呢 就可以靜靜地坐在這裡看書 圖書館還有圖書館可以寫給同學 同學可以在圖書館範圍內搜集資料、做功課 以及即時print art 在圖書館裡面每一個書館都有一個指示牌 在指示牌裡面顯示了聖經裡面的心腹八燈 時刻看著同學八種正確的生活態度 圖書館裝修完之後 有四間房間同學可以在裡面 叫做討論和談的項目 分書、做功課 同學還可以請教老師 最重要是不會吵到別人 在圖書館裡面 還要拍一張圖書館 在圖書館裡 小時在圖書館裡 是最初一 área 那些頭來出天 大家可以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